王瞳的老公艾成在去年8月离世 让演艺圈豪有感到相当惋惜 也让外界很担心王瞳的状况 但他努力打起精神 目前已经重回剧组拍摄 而今年的过年王瞳则度过 第一个没有艾成的春节 而这一次的过年假期 王瞳跟往年一样回到台南陪阿公围炉 王瞳也感性表示 今年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人过年 所以大家围炉聚餐都会想到他 让他觉得特别感动 也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 而现在他也没有多想什么 就只觉得要好好把八点党排好 他也要大家不要太担心 他会很好的 消息一出网友纷纷祝福王瞳新年快乐 相信艾成会在天上守护王瞳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